用着这个融锡的方向 慢慢的往后面移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种直锡的方法呢 比我们 传统的那种钢网呢 效率会稍微高一点 而且成功率呢 也会高一点 织好锡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芯片呢 就焊上去 好 我们把这个烙铁打开 焊接这个芯片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这个孙香做助焊技能 之前一直用的这个焊油嘛 其实孙香是非常理想的一种出焊器 只不过孙香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是固体的 其实它冷却之后呢 它就会变硬 不像焊油 它的流动性呢 没有焊油好 但是它的焊接效果是要比焊油要好 那么想用这个孙香作为出焊器的话呢 我们用烙铁 温度稍微开高一点 开到360 380 把这个孙香 多这一点 然后烙铁温度呢 会使这个孙香的雾化 在主板上呢 熏一层这个孙香音 就会用这个孙香的那种 烙铁温度的结果 是烙铁温度的 好像当恰烙铁温度的 还有袋上吗 这就是烙铁温度的 好 把只好吸的这个芯片再刷一下 保证这个芯片下面没有任何的胶 残胶或者是杂质 不然的话装上去呢 容易把这个芯片钉起来 导致芯片虚焊 我们安装的温度呢 是大概开到280度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是高温拆卸 然后低温安装 这样的话量频率会高一点 而且装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螺旋分枪来装的 还有就是我们装的时候呢 是没有放在托盘上的 因为托盘它也会散热 我们直接放在纸巾上 放在桌面上 这样去装 所以大家仔细观察这些细节 其实这些都是影响因素 托盘 纸巾 桌面 环境温度等等 有很多的影响因素 那么我们把这个主板直接放在纸巾上 然后放在桌面上这样来吹的话呢 纸巾不太容易散热 所以它会很快的能装上去 所以我们有很低的温度 也可以把它装上去 温度大概是280度左右 有很多的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我们把芯片装好之后 让它自然冷却 我们用这个刀片仔细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主板面积比较小 在加热的时候 它旁边的这些元器件容易爆锡 它容易产生这种吸珠 这种吸珠要把它清理干净的 不然的话 它会造成短路 这种芯片在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维修太多量的时候 还是谨慎操作也好 当这个CPU你安装上百片以后 充分了解它的特性以后 你的操作才可能会做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前期的这些板量如果都不是很大的话 操作起来都是比较谨慎的 好 我们先加电 看一下电流 大概40毫安左右 装完CPU之后电流40毫安左右 所以电流是正常 好 我们把套件板上的这个硬盘拆下来 之前我们拆的那个硬盘是ID板上的硬盘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硬盘拆过来直接拆过来就好 越来越光了 越来越华面 越来越线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上越 越来越6000人 越来越 Hituru 越来越多 越南越 越南越 方法是一样的,我还是逐边教 方法是一样的,我还是逐边教 之后呢就撬,撬的话呢大概350度左右 高温快速 反正这种方法和这种温度撬下来呢 硬盘一般都是好的 因为这是我们习惯的方法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习惯的方法呢 按照你自己习惯的方法来撬一下 大家自己看一下,根本就没吹多久 7秒钟 就把它撬下来 我现在就跑了 这么多的 还可以 这边就把这些东西放在 最后就给大家看 这边还可以 没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硬盘焊盘上面的这个胶呢 其实是比较好处的 因为下面点比较大 你顾忌的呢也比较少 随便也出去干净 好 接下来我们植一下这个芯片 硬盘窒息呢是相对来说比其他芯片要好吃的 因为下面的点呢是比较大的 这点是比较小样的 好像我 revel说比较大 这边在甘有什么东西 比较小用的 比较小时的 比较大 直好之后呢 把这个页子一点就下来 再复一下呗 我们装硬盘之前呢 把下面托盘上的这个导热胶呢 死掉啊 因为这个CPU是我们装过的嘛 就导热胶 它会顶在这个CPU上面 如果你不把它撕掉的话呢 它会导致我们在装硬盘的时候 背面CPU万一融了以后 融息以后 它也会导致那个CPU啊 短路啊接触不了 造成这种现象 这个硬盘呢 因为也没什么 所以在下面放点焊油做召唤器 也可以了 当然你用孙香做召唤器呢 就更好 孙香做召唤器的话 返修率会低一点 因为孙香没有腐蚀性 焊油呢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时间久了之后 到短时间之内没什么大的问题 时间久了之后呢 它会容易出现 接触不良啊 这种情况 它会有腐蚀焊盘 银盘很好装的啊 �盘